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 关于 花钱的问题 还是要节省的 怎么说呢 要非常的客气 都不是说要节省 是把这个当作一种修行 它无关说 数目多少 它只关乎一个说 能不能做到 不是说我不浪费就行 而是说 我真的就是节约 想办法去节约 比如说我的师父 海鲜老和尚和 金空老和尚 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很少很少 他们就 几乎不买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必须的 吃的之类的 就算是吃的和用的 也都非常的节省的去用 就是他们的生活 简直就是闪烁着 钻石般的光芒 那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生活态度 好像有一些人吧 就觉得说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同意说 我不浪费就可以 这没错 这无关对错 可是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比如说你说我今天想喝可乐 我买一瓶可乐 我没有浪费 今天呢 我想吃薯片 我买了一包薯片 我都吃了 我没有浪费 后天呢 我想要吃一盒巧克力 我买了巧克力 我没有浪费 可是你想想这事情它不对 你不能够这么顺随自己的欲望 要克己 人不克己的话 早晚要吃亏的 所以要从小事开始 积功累得 把你节省的东西 变成你富裕的东西 把它们捐给别人 或者是呢 做这种节省 去减少别人的负担 这都非常的好 千万不要说 只要我不浪费 那我该吃吃该喝喝 这种观念就不要 比如说我的师傅 净空老和尚 他曾经说过 当时在台湾的时候 他当时那个时候呢 每个月的生活费呢 嗯 六十还不是七十的 就是和美金 两块 三块这样的 所以你知道 人得克己 没有克己 金空老和尚 怎么成就现在的功夫 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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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